早起的鳥人有蟲吃 早起的股民有錢賺 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洋威 我是蘇維元 每天早上8點鐘 告訴你賺錢的商機在哪裡 好 投票朋友 時間 距離農曆的一個春節 農曆的封關是越來越靠近了 行情也是越來越火熱 所以很多投票朋友都在想說 維老師接下來會有行情嗎 可是你想 這幾天台北股市的表現 會不會讓你覺得跌破眼鏡 跟你想的不一樣 但是跟我們的預告 跟我們給大家的預測幾乎是一樣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圖卡 所以我跟各位講為什麼每天 我都跟各位講這句話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早起的股民有錢賺 我們要給大家不一樣的資訊 我們要給大家領先市場的行情 所以我們再看 來 投票朋友 你看一下 昨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包含像道瓊 納斯達克 費城半導體 來 分別出現了什麼樣的走勢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道瓊指數的部分 道瓊指數昨天晚上是一個小跌 跌了96點 納斯達克漲了65點 0.43% 費城半導體是什麼 尾盤是拉高 漲了0.65% 好 我們再看這個台子期的夜盤 台子期的夜盤昨天漲了多少 漲了58點 我們看一下 去看喔 開盤幾乎是開平盤附近 一路到最高 到了17937 所以我們可以發覺的件事是什麼 只要半導體強 只要費城半導體強 然後納斯達克強 台股股市原則上 當天都不會太差 所以今天是一個賺錢的好日子 答案先跟大家講 其實每天早上看文老師節目 真的滿多送分題的 我們都先跟大家講國際股市的趨勢 然後行情的一個變化 你很快就能夠很清楚知道說 行情應該怎麼做操作 所以來 今天送一首詩給大家 這一首叫做《宋夢浩然之廣陵》 我那給大家聽 故人稀辭 黃賀樓 煙花三月下揚洲 孤帆援隱 避空盡 唯見長江 天濟流 我要跟大家強調是第二句 為什麼是第二句 煙花三月下揚洲 其實這一首詩算是開心的一首詩 就是他離開了黃賀樓 然後很開心的要去下一個地方 要去見他的好朋友 煙花三月下揚洲 現在我聽到的聲音都是什麼 我們等到三月份再來做 三月份才會有行情 為什麼是三月份 等到過完年之後 對不對 封關之後 開紅盤之後 大概就是接近三月份 但是我跟各位講 你等到三月份 可能很多的行情都跑掉了 可能很多的機會都會錯失 為什麼 因為你想一個邏輯 美國股市 基本上是不太會管亞洲股市怎麼走 因為他們是龍頭 所以他們會自己走自己的 亞洲股市 台北股市 原來上是跟著美國股市走 所以他們都沒在管什麼 什麼封關不封關 農曆不農曆嘛 對不對 當然這個是我們的傳統 可是不要等到三月 等到三月你會錯失很多的行情 等到三月說你要開心的下揚洲 可能就沒有了 吃揚洲炒飯 對不對 可能就沒有了 整個封關前的紅包 封關前的行情 你要趁早來搶 你要趁早來賺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怎麼樣趁早來搶 怎麼樣趁早來賺 怎麼樣趁早來賺 各位朋友們 我們昨天在節目當中 其實跟大家分享了股票 這一檔叫6237的化訊 還有一檔叫做2465的立台 那這兩檔呢 你注意看喔 來 我昨天怎麼跟大家做分享 對不對 我昨天給各位看這張圖卡 我說廣達偉創連漲兩天之後 第一個我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第一個是這兩支個股短線上面 因為漲比較多了 因為已經連漲兩天 這邊不見得需要去做一個追加的動作 反而你可以留意AI的擴散效應 對不對 然後我列的四檔股票 就是這四檔 那你注意看喔 來我圈給你看喔 投票你看喔 看了你會覺得說 問老師真的你都事先講 這支什麼 2X 6X是什麼 2465的立台 另外這個呢 6X 3X是什麼 叫做6237的化訊 老師真的嗎 我直接這四檔我都公開給你看 2465立台 6237的化訊 對不對 另外兩檔是台光電跟錫紅 所以你昨天有來索取我們這一份 重點的投資報告 這一份重點的AI擴散效應的股票 你就會看到這四檔 如果你有加入我們的Light 你就會看到這四檔 這四檔裡面包含像昨天的立台 出現大漲 創新高 昨天大盤是震盪喔 6237的化訊 攻到漲停板 小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攻到漲停板 6237的化訊 你看他股價走勢 是不是相當強盡 好你看 他很漂亮喔 你看他是突破什麼 突破這個整理型態 你看喔 突破這個整理型態 有沒有 所以我跟各位分享的股票 我都有挑過 不會隨便拿一些不會漲股票給大家 你看 形態是不是整理很漂亮 剛突破 再來你看 這是2465的立台 我們先來看走勢圖 昨天還沒有開高喔 還經過了震盪整理之後 噴出 漲了5個百分點 漲了5個百分點 那你看股價的一個走勢 來 好先切回來我這邊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你看到這個行情喔 應該怎麼去做操作 你看我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像化訊 像立台 然後你再對喔 還有什麼 還有哪兩檔 2383的台光電跟3017的奇紅 這個就是加入我們Light的好處 你就會看到這四檔股票 雖然昨天台光電跟奇紅是沒有大漲 但是你看喔 起碼也不會讓你失望 你開盤都是低點有沒有 開盤它還到哪裡 台光電開盤還到426.5 還是開跌喔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開盤買 收盤你就賺了13塊 因為收多少 收在439元 是不是創高 再來 3017的奇紅 開盤是不是往上拉震盪整理 尾盤收多少 386.5 收386.5 那你看 也是創高 剛剛給大家看的2465的立台 也是創高 所以昨天的四檔股票是全雷打 全部命中 100%全部命中 有來索取我們的這個Light 有來索取我們這個相關資料 恭喜大家 所以你看 來我們跟各位分析的都是有道理的 化訊立台都大賞 所以我說它會有擴散效應 那今天呢 朋友朋友 還有什麼樣的東西要跟各位做分享 你看我們之前跟你分享過 像信華 像翔碩 這個都出現大賞 這都千金股票 連川湖 都能出現大賞 所以我說紅包股 今天要跟大家做分享 這個紅包股要怎麼取得 你看 我們昨天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說 你如果想要驗證威老師的 你可以來透過這次索取資料 你可以看到 當然昨天你可能有看到 或許你沒有動作 你可能沒有加入我們的Light 那你今天就不要錯過 今天這個機會也是非常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分析了 納斯達克跟費神半導體今天是上漲的 所以代表今天的電子股是有相當的機會 那你要不要趁這個機會來做掌握 我等一下還會跟各位分析很多股票 你錯過了我們昨天跟你做分享的 這一份年前紅包要分享給大家 年前紅包要開放給電視機前面 所有的觀眾朋友來做一個索取 那怎麼樣索取我們這一份年前紅包 很簡單一樣 加入我們的Light 請加入我們的Light 輸入帳號在下面 小老鼠MORE888 小老鼠MORE888 做輸入的動作 當你輸入進去之後 加入我們的好友之後 請你點選畫面 右上角有個正方形 點進去之後 那個是我們的首頁 我們會把資料 我已經把資料放在上面 要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所有的分享 我們把資料放在上面 讓各位先領先看到 接下來的行情 有哪四檔股票 三叉 五叉 三叉 四叉 五叉 三叉 九叉 五叉 這四檔重點股票 我認為會是年前重要的紅包股 它包含了政策 包含了AI 包含了科系半導體 所以這裡面其實 我都精挑細選過 年前的紅包股要跟各位做分享 你看我們跟你分享過這些股票 真的你看 尤其是像昨天你看這些股票 我還特意留了兩個數字 為什麼 因為避免讓大家覺得說 喂老師你是不是隨便亂講 是不是 哪一支股票漲你就講哪一支 你去對 我還留了兩個數字給你 這絕對沒有辦法造假 對不對 2X 6X是誰 就是2465的立台 6X 3X就是6237的滑汛 有沒有 2X 8X是誰 2383台光電 3X 1X是誰 3017的七紅 所以這完全沒有辦法再更改了 我節目既然公開給大家 我們絕對 幹嘛 秉持著公開公正的原則 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對不對 我們不會做一些什麼 只需乌有 你看 跟各位做分享 好 所以接下來 這份重點資料 你就要來搜尋 當台股急漲 昨天震盪 接下來要繼續再漲 要上萬八的機會在誰身上 我認為快的話就是封關前 慢的話就是封關後 這個台股萬八機會是很高 各位投票你看一下 你看這個大盤 前面那個我們跟大家預測過那個 我不要再重複了 同學 我相信這幾天 觀眾朋友都有看到 我跟你講什麼 我說這一段 這一段 我擔心大盤會跌 因為已經在月線 這條藍色的月線 下面已經九天了 我還特別講這個梗 叫九天旋律 我怕它會降落 有沒有降落 真的降落了 降落之後我跟你講 打到我們設定跟別人不一樣的 66天的季線 它就會反彈 有沒有反彈 這個反彈來得又快又強 又急又快 那接下來呢 投票 萬八有沒有機會 盡在指使嗎 所以快的話就是封關前 慢的話就是農曆年之後 原則上萬八就是看到 那你要錯過這樣的行情嗎 你錯過就很可惜啊 我們來看幾檔股票 2356英葉達 我昨天是不是特別跟各位講 他的形態最漂亮 記得嗎 他的形態最漂亮 為什麼 我要畫給你看 我畫什麼 有沒有 我畫這裡嘛 他突破這個形態 是不是最漂亮 所以你看 他跟昨天的偽創比起來 你看喔 偽創昨天幾乎是平盤附近 然後廣達 有沒有 還是收一個小黑K 2376的技嘉 反而還是小跌 所以整個AI股票 我昨天就點名一檔 2356英葉達 他會再創高 果然 果不其然 他就創高 他就最強 另外你看像 6237的話訊 剛剛講過了 突破了整理型態 最強勁 因為他是偏向IC設計 那IC設計的股票 他就比較活潑 股本比較輕盈 比較會動 另外我們再看 我跟各位講 今天我覺得有一個機會 2353的宏基 我為什麼說 2353的宏基會有機會 他今天我認為 他的機會會突破 突破這個月線的反壓 哇 老師你壓很大耶 你敢這樣講 宏基耶 我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為什麼我都敢先講 因為我們對專業有把握 我們連大盤都可以預測這麼正確的 你覺得宏基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正確 我覺得 今天 最慢就明天 他就會表現 所以各位要好好注意看 AIPC 因為AI它會輪動 漲完伺服器之後會擴散 擴散完之後又會回到AIPC AIMB 那宏基就是AIMB AIPC的股票 所以他會有相當大的機會 各位你要特別做留意 另外像這個6140的訊達 這個短線上面爆量 這個就先不追了 他是AI周邊相關的 這個代理商 代理這個Dale跟HPDale這個廠商 短線就不追 另外像2421的見準 這個短線上面也有機會 依然是一個多頭的型態 像這個236907 昨天往上拉 為什麼 因為他是做這個封測的 做這個封測的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過 蘋果Vision Pro 那個大的3D眼鏡 VRAR那個大眼鏡 它有做相關的代工跟封測 所以你看股價上漲 股價往上供 今天還有機會 我們再看3036的文業 股價供到160塊 因為它切入到併購題材 併購了加拿大Future這家公司 當然短線上面已經幾漲漲多了 這個其實你的肉也不多 3265的台新科也是一樣 這短線上面的幾漲 都是多方格局 所以團隊們有注意到 我剛才講的這些股票 其實多頭可用之兵很多 像台新科 是不是如此 也是出現一個什麼 大漲的一個走勢 另外我們再看8054安國 這也我跟各位講過很多遍了 股價是不是算高 再來6462的神盾 股價也算高 所以你看航行是不是蠻熱鬧的 另外我覺得有機會是這個 6695的新頂 為什麼 它一樣是安國集團下屬 但是它經過整理 所以它這一檔後續也會有機會 因為它的一個什麼 這個視覺辨識的IC 用在車用的部分 其實題材也不錯 後面也會有蠻大的一個機會 甚至像62639的這個歷程 這股價表現在昨天突破了這個月線的反壓 所以我剛才跟各位講了這麼多股票 你有沒有發覺 其實台北股市可用之兵很多 所以接下來行情 各位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操作的話 你看我們跟各位分享這些股票 黨黨幾乎都做驗證 如果你想要掌握下一波的紅包股票 請各位加入我們的Lite帳號 小老鼠Moree888 小老鼠Moree888 先做加入掃描動作 索取這四檔 台股擊掌獸震盪年前的大紅包 跟各位做分享 那我們今天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好 那我們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個業界上面的一些訊息 來 我們看一下圖卡 那這個OpenAI的執行長 將會去這個韓國做訪問 那跟半導體大廠合作 想當然當然就是三星 那他跟三星要合作什麼呢 第一個HBM 就是高頻寬的記憶體 所以我們今天台股記憶體相關的股票 也可以做個留意 我剛才有講了 其實跟記憶體相關的類似像誰 像這個6239的歷程 我們剛才講過 所以這一檔個股短線上面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他開盤的表現 應該也有機會呈現了一個多頭的走勢 另外我覺得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什麼樣的一個訊息呢 來 這個是外國的 這個美國的一個資本市場的投資機構 叫做Northland 來 我畫給大家看 Northland的資本市場 我用紅色的 認為什麼 AI過度熱情 下修超微股票的平等 你看他講什麼 投資人對AI過分熱情 投行調降超微平等 我們就看超微股價的表現 我們對照一下 我們看一下AMD的股價 你看喔 好像沒有什麼影響嘛 對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不要因為今天這個消息去影響到你 覺得老師好像完蛋了 不是 因為你去看嘛 這個Northland 說實在也不是什麼很有名的 也不是什麼大的投行 你如果說什麼大摩美銀 因為大摩小摩會做比較短 大摩美銀 甚至美國銀行等等的 如果是他們 出具這樣的報告的話 對於行行 對於股價 可能就會有影響 但是這個我跟各位講 他這個就是駁眼球 吸金 要駁版面而已 反正你一直長我就跟你唱衰嘛 唱衰萬一跌下來就算我贏嘛 大概是這種感覺啦 如果繼續漲上去 他就不講話 大概就這樣子啦 所以我覺得 這樣的訊息你就看看就好 我覺得不要影響太大 他跟你講什麼 來你看 他講什麼 熱情到不理性 AI很龐大 但是沒有投資人想像中那麼龐大 我跟你講 AI真的很龐大 科技股真的那個影響很大 商機很大 各位還記得嗎 我們怎麼跟大家講 台灣就是科技股 台灣就是半導體 所以這些重點 其實這些重心 我們前面 都跟大家分析過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跟各位講 櫻花三月下揚州 你不要真的等到三月 你才要下揚州 才要去幹嘛 才要去開心 我跟你講 太慢了 三月之前 甚至現在 都有很大行情 你可以來賺這個紅包財 因為你去想一件事情 這一次的 所謂的年假 其實比較短 跟去年不一樣 去年年假我記得有十天 很長 但是這一次的年假 其實沒有那麼長 所以對於台北股市的影響 其實沒有那麼大 所以你也不要想太多 行情它不會等你 對不對 外資都表態了 外資都準備好了 你看這個大盤 親愛的投資朋友 兄弟姐妹們 你看一下 你覺得這個外資沒有表態嗎 當然表態啦 各位對不對 這個很清楚啊 那我有沒有事前跟大家做分析 也有啊 所以接下來的行情 我覺得這幾檔股票一樣 我們剛才再講一遍 你看像鴻基 今天是有機會做表現的 另外如果說你想要找一個 比較活潑的6695的心頂 今天也有機會做表現 那其他一些多方格局的 像我像 像這個偽創啊 因為它短線漲比較多啦 所以我覺得 因為你看喔 它跟這個軍線的乖離 其實拉得比較開 所以這邊不是不能做啦 可是你在追 短線的風險就會比較高 所以你要你就去想清楚 你為什麼前面 我跟各位講過 前面其實你可以低檔佈局 為什麼 它符合三位題 毛利率跳升 EPS跳升 營收都上來 那這個你低檔佈局那個是OK的啊 可是你等到它噴兩根之後 來 投票 你等到噴兩根之後 再上市 你今天仔細去算一下 你昨天去買的 甚至前天去買的 你有沒有發覺好像賺不到什麼錢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跟各位強調低檔佈局 你的勝率會比別人高幾倍 高三倍 來 這張刺卡喔 真的喔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 你的低檔佈局 你勝率比別人高三倍 你如果說昨天前天 你才去追偽創 甚至有人去追技嘉 反而還賠錢 各位朋友對不對 你昨天一開高 很開心去追298 結果又套 短線又套 所以股票你不能這樣做 你不能說看到它大漲 才去做追價的動作 你的勝率都會很低 這個就會導致一個惡性循環 我看到大漲我去追 追了之後又套牢 我就放著看有沒有機會解套 萬一沒解套 然後就變成成年套牢股 然後其他的股票在漲的時候 你又沒辦法買 為什麼 因為你的資金就卡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要做最有效率的運用 錢是有時間成本的 你必須做最有效率的運用 把錢放在最會漲的股票 最有機會的股票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首要 要去做的一個任務 好 接下來 紅包股要跟大家做分享 台股急漲之後震盪 年前的紅包股 跟各位做分享 四檔股票 三開頭的有兩檔 五開頭 九開頭 相關的個股 請各位輸入我們的 小老鼠帳號 MRE888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1 6 1 3